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放开之后 我第一个想要去造访的国家就是这个童话之国丹麦 那这样要去一个北欧的国家呢 当然我们是要拿到一台本土生产的标志性的车型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下子就来到了瑞典的马尔末市 安排上了一辆XC60来展开这次的旅行 所以我们就用这台车来体验一下这个童话之国吧 好了 现在我们一路就是从马尔末市干到了高速 那么这个高速会经过一座桥 这个桥是横跨波罗的海 过了这个桥之后呢 就到了丹麦的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在这里先体验一下欧洲的这种相对来说 比较平顺的这个高速吧 在这边呢 它的线速是110 并且它的线速是抓得比较苛刻的 北欧的人呢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守规矩 而且对于驾驶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啊 没有说就是汽油脑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开着它这个ACC呢 但是我们不得方向盘就可以很轻松的 大家都压着110去跑 就很好 那我在ACC里面呢 现在我选到了跟车最近的那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在欧洲跟车呢 真的就是算是比较近的了 就是能让前车感觉比较舒服的话呢 就是大概是第三档的这个位置 你看就是离它大概30米到40米左右 这个就是欧洲比较主流的一个跟车的距离啊 但是没办法 因为欧洲的车流相对比较稀疏 这么跟呢 就这个道路上面不会说压力太大 这个就是国界了啊 就过了这个牌之后 这边就已经是丹麦了 我们现在的目的地呢 就是出发去Likoland 那现在我们到了大岛了 大岛呢 就算是丹麦的一个农业 那现在两边这些呢 应该是类似一些小麦的品种 包括前面的那个草原呢 它不是野蛮生长的 它就是这个地方 种植的一个特产 因为整个欧洲大陆的很多呢 什么足球场啊 橄榄球场的那些草皮 就是丹麦提供的 而且它种植的基地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呢 看到两边生长的这么茂盛的植物呢 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平静 你看看每一棵植物 它自己都有着一个一年四季的节气的生长的节奏 它又不疾不虚的去按照自己的一个生命的进程在进行着 那你人又急什么呢 你又敢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在这个地方就好好的慢下来去欣赏两边的风光就好了 你看这个油彩花多漂亮 哇 在外面看就觉得里面有好多东西想玩哦 在乐高谁不是个小孩子呢 对不对 走啊 哇 这一块东西就是新港的实体模型啊 它特别的拟针 这是新港的这些建筑 对不对 大家在看到很多的丹麦的明星片里面 哥本哈根市的一个地理的明片 然后那边呢 就是那个水上巴士啊 哇 还可以动的哦 它整条运河都做出来了 整个码头都做的特别特别像 我要坐那个火车 在哪里呢 老是觉得那么大个人在坐小火车有点违和 但是呢 在乐高乐园坐的小火车感觉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好像整个车厢呢都是用乐高的积木搭出来的 这个就好像你小时候用乐高积木搭一个小火车 然后里面坐个小人 只是现在呢你将这个火车把它放大了 然后人坐在里面就好像自己变成一个小人一样 就是这参与感是不一样的 啊 它现在就变乐高小人了 我的手就只有这样动了 哦 到了退场的时候了 所以又要跟这个猎狗脸说拜拜了 我觉得乐高对于小朋友来说呢 他就是可以将他心目中的那些想象力 聚化成一个眼前的玩具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回看乐高的一个诞生的过程 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做Christensen的人 他在他自己的木工厂开始贫困潦倒的时候 他回家陪伴自己的小孩 他就发现其实他最珍贵的财富就是家里的四个儿子 于是他就想着啊 我不如用我的木头去做玩具吧 然后做着做着就成为了现在这样举世知名的一个玩具大王了 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说一些北欧的品牌 还北欧的一些产品它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色就是他们很注重人文关怀 很注重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 所以这应该是来自于北欧的一些共通的民族性吧 去过乐高乐园之后呢 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圆梦了 那圆了这个梦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在 哥本哈根的市中心呢 开着一台车自驾游 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风土民情啊 首先可以看到这里真的是特别多自行车 你看一个老爷爷 就这么大的年纪了 还是骑着一台单臂的Canada 哇 还上了锁鞋 所以这边的骑行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浓厚 所以丹麦呢 也算是欧洲的一个单车之国 而且去年呢 丹麦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自行车手叫做温格高 他也拿了去年的环法总冠军 所以也推高了丹麦这个自行车运动在群众中的基础吧 哎呀 没带自行车来 还真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呢 在于欧洲人的理念里面呢 你开这台车 其实你就是在驾驭着一台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 所以你是必须要避让所有的行人跟飞机动车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品牌 尤其是北欧的这个World War 它会那么注重主被动安全 因为它希望你开着一台车 你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跟危险性是要降到最低的 那现在我在一条比利时路上面呢 就是呢 在欧洲还是有很多用这种砖 石砖铺成的路 那这种路算是古代啊 就是走马车的时候的路 那么在这么多年呢 他们也觉得哎 这种路也没有必要把它改成那种柏油路 那么这台XC60呢 因为它是一个空穴的版本 所以在这条路上面开呢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底盘的隔绝感 别看它用薄胎 但是空穴的绝对呢 是能够比一些基础的弹簧有一个更好的隔绝感的 然后在这种狭窄的路段呢 最好是能有一个360的影像能够帮助我 就是视察四周 而且在这种欧洲的城市里面开车 你频繁你要避让行人 对不对 你要清长的 要停车 而现在呢 这个XC60它用上了一个48伏的缓动系统 所以它的这个BSG的电竞呢 在它启动发动机的时候它的功率更大了 所以在启动的那个瞬间 整个发动机的动静是少了很多 那这个也是现在欧洲很多品牌都在推的一个技术 稍微省点油 但是更重要的是让这个启停功能用起来是更加的舒适 不像以前老的那批那样一个启动 哦 要打个冷战一样 那现在新车 因为有了48伏系统 所以这块是做得更好了 哎呀 我现在面对的呢 就是整个哥本哈根 甚至是整个丹麦最有明信片感觉的一个地方了 就是大家来哥本哈根打卡 一定会来这里 这里就叫做新港 新港呢 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 当时丹麦它的整个航运 海上贸易是很发达的 所以就建了这么一个运河 就挖了一条挂桃的渠 然后在这边呢 所有的商船来到这边 然后就卸货 卸货在这里呢 就有一个很繁荣的海上的贸易了 然后两边的建筑呢 就是当年那些海员下船之后呢 他要解决自己的吃喝玩的问题 这那边就有一些小酒吧呀 对不对 大家喝点小酒 找找小姑娘聊聊天 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当年这个地方呢 相对来说品流还是比较复杂 算是一个就鱼龙混杂的地方 但是鱼龙混杂里面呢 也有一个很牛逼的人 就是安徒生 安徒生曾经也流浪于这个新港的附近 后面那个红色的建筑呢 就是之前安徒生住过的 那在这边呢 有好几座的公寓 安徒生以前就在这边 郁郁不得志 穷困潦倒的时候 就住在这个地方啊 那现在呢 这边虽然是一个很繁荣的 怎么说呢 地标式的建筑 但是我们就算是在这边 海边 静静的在这里啊 很安静的就是欣赏一下风景啊 看看这边的小鸟啊 鸽子啊 微微鸽子 吃吃雪糕 对不对 就轻轻松松的在这里享受一些休闲的时光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丹麦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对不对 但是相比起风景呢 我还是更加欣赏丹麦人做人的这种处事哲学啊 而这就是我们别赶路 去感受路 下来 我自己有一些新的体会了 丹麦人的生活态度呢 他绝对就是反内卷的斗士啊 我觉得对于丹麦人来说呢 他们与其说要在自己身上去武装一些什么东西 让别人去认可自己 他们还是更在意去自己认可自己 不是说别人认为我是谁 而是我自己到底是谁 那么这一点呢 他们自己俗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Yandilo 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再炫耀什么东西 总有人比你更加的厉害 不管你多有钱 总有人比你更有钱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所以我们不要去炫耀什么东西 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 我想这一点呢 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慢下来的 去认真去学习 当然 我们不是丹麦人 我们也不是活在一个童话皇国里面 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在恰当的时间 慢下来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我们自己的童话之国的 哇 这头烂烂的 就是淹过的飞鱼 给你们先闻一闻 嗯 酸酸甜甜的 而且它将这个飞鱼肉里面的纤维腌过之后全部破坏掉之后 吃上去就软烂软烂的 嗯 在丹麦这个地方呢 有个传统的吃法就叫做什么 开放式三明治 这是一个面包在下面 还有上面呢就是 垒上各类的很丰盛的菜肴 就像说什么虾啊 鸡蛋啊 蔬菜啊 因为这边的主食就是这种 比较粗粮一点的面包 所以换个角度看 它这种呢就是 丹麦版的盖焦饭 对不对 主食在下面 然后配菜在上面 我来搞个飞鱼泡盖焦饭吧 我一直都说吃东西啊 一定要限地限物 就是你吃某个地方的料理 最正宗最好吃的一定是去到本地 而且呢像丹麦菜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国内应该没有多少餐厅会做吧 所以真的是很新奇的一种吃法 就是它就那种很丰盛的各种口感 鸡蛋 还有飞鱼 还有后面的一些沙拉 包括它的 这个自己做的塔塔酱 就是各种口感 各种味道融合到一起 再加上下面这个面包呢 它其实可以更好中和一下 上面的这个酱的那种腻的感觉 所以 嗯 好吃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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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